阿赫齐县城的广场上 聚集了附近五乡一阵赶来的农牧民 他们在以千人演唱马纳斯的方式 庆祝居宗普玛玛伊92岁寿臣 在科尔科斯人心目当中 居宗玛玛伊就是一个神 在阿地里的心中 居宗普玛玛伊 一直被定位在自己研究坐标的中心 居宗普玛玛伊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科尔科斯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神 这个神的缔造者 就是科尔科斯族的英雄史诗马纳斯 新疆科斯勒苏 科尔科斯州与吉尔吉斯斯坦比林而居 平均海拔两千米 自古就是科尔科斯人生活的地方 一千多年前 史诗中的英雄人物马纳斯 就曾在这里浴血奋战 被科尔科斯人 奉为民族的保护神 史诗 马纳斯描写了英雄马纳斯 及其七代子孙 在科尔科斯民族 濒临灭亡之际 率领科尔科斯人 英勇征战的悲壮故事 史诗共分八部 分别以马纳斯 及其七代子孙的名字命名 通天洋溢着人道主义 和英雄主义的光芒 不仅刻画了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还对科尔科斯族古老的 生产生活方式 民间习俗做了生动 细致的描述 马纳斯史诗 是集科尔科斯民间文学之大成 他对科尔科斯民间文化 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 他不仅反映了 科尔科斯族民间文学当中 神话 传说 叙事诗 谚语 等民间文类的各种内容 同时也反映了 科尔科斯民间习俗方方面面 比如说在史诗当中 有很多婚礼 葬礼等 场景的描述 所以说马纳斯史堪称 是科尔科斯 与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 马纳斯史诗 最初产生于公元13至16世纪 经过近千年的口耳相传 篇幅不断地增加 形成了有史以来 最具规模的史诗篇章 然而 由于它的流传方式 和语言的限制 却很少为科尔科斯族以外的人 所了解 直到1961年 在一次全国民间文学普查过程中 这部英雄史诗 才第一次被发掘 并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瞩目 也就在那个时候 居住在阿赫奇县 哈拉布拉克乡 偏远山村里的居宿普马纳伊 才带着他的传奇的经历 第一次走进了人们的事业 在居宿普八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纳斯 能成为一位杰出的马纳斯奇 居宿普的哥哥巴勒瓦伊 可谓功不可没 巴勒瓦伊是一个商人 从小喜好文学 利用经商的便利条件 他收集了大量的 科尔科兹族民间文学作品 特别是民族史诗马纳斯 巴勒瓦伊可以说是 我国这个马纳斯史诗 搜集的第一人 就是马纳伊这八部史诗 完全就是巴勒瓦伊 在克尔科兹生活的各个地方 花了很多心血搜集的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马纳斯奇 他自己不仅演唱马纳斯 同时他在不著名的马纳斯口中 记录下了这个马纳斯是八部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所能流传 所能看到的这些马纳斯八部 实际上就是来自巴勒瓦伊的 劳动成果 在可以查阅的史料和民间传说中 没有明确地记载过 每位马纳斯演唱大师 能够演唱八部马纳斯全本 特别是能够演唱后五本的人 更是非常的罕见 因此巴勒瓦伊记录 整理的这八部马纳斯手稿 就显得弥足珍贵 他改写了马纳斯史诗 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历史 使他在流传千年之后 第一次得以完整的记录和保存 1934年 巴勒瓦伊将这些珍贵的手稿 全部送给了弟弟 居素普马马伊 三年后 他被军阀盛世财所杀害 年纪45岁 在居素普马马伊十岁的一天 他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看见一个骑着身踪色马的人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慢慢地靠近那匹马 这时候 那个神秘的人指着前方对他说 孩子 你要好好记住 看看他们吧 在他手指的方向 有五个人 骑着骏马 并肩而立 那个人又说 前面两个骑白马的 一个是马纳斯 一个是巴卡伊 后面两个是 阿拉曼·别特和 楚瓦克 我是俄尔齐武勒 阿吉巴伊 还在后面 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 就认为 某一个 马纳斯奇 如果在梦中 梦见 只是当中的某一位英雄 人们认为 他就是将来 肯定是一个 超乎寻常的 非凡的马纳斯奇 居素普马马伊 在梦中梦见了 跟随马纳斯 东征西战的 同时也是 马纳斯是第一位歌者 阿吉巴伊 巴巴伊 直到这吉巴巴伊 在梦见 这个阿吉巴伊之后 把自己收集的手抄本 全部交给了 自己的弟弟 认为他将来 肯定是一个 天才的马纳斯奇 在以往的 民间流传当中 可以发现 每一位 记忆超群的 马纳斯演唱家 都无一例外地 把自己的演唱技能 看作是某种 天意的启示 相信是神秘的 神灵梦兽 是他们这些 被选中的人 领悟到 马纳斯的灵魂 这与萨满 在接受神的启悟后 成为萨满的过程 有着惊人的 相似之处 显而易见 科尔克兹族 传统的原始萨满文化 在这一特殊的群体中 得以延续 科尔克兹族信仰 伊斯兰教 是16世纪以后的事 那么之前 科尔克兹族 完全信仰古代的萨满教 那么萨满教 在科尔克兹族文化当中 耕神低谷 它不仅体现在 这个史诗当中 同时也体现在 马纳斯旗身上 每一个马纳斯旗 不仅演唱史诗 同时通过演唱史诗 来为人治病 进行占卜 他的身上体现着 古代萨满的一些 很多特征 实际上他身上 可以重叠出萨满和歌手 这两者的身份 马纳斯史诗 造就了居宿谱 神一样的光环 同时 居宿谱也赋予了 马纳斯史诗 以新的内涵 1964年 中国文联 新疆文联 和科尔克兹州政府 共同组织了 马纳斯工作组 收集和整理 散落在民间的 马纳斯史料 以及演唱版本 特别是 居宿谱 马马一演唱的版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研究员朗英 当时就是工作组的成员 1965年我大学毕业 毕业以后 组织上就派我到阿图石 马纳斯工作组去了 在那个工作组里头 有居宿谱 还有很多科族的学者翻译 84岁高龄的陶阳 当时是工作组的组长 工作组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判明 马纳斯史诗的真伪 随后工作组的重心 全部放在了居宿谱 马马一的身上 这个时候我们在马纳斯工作组 主要是翻译 翻译的时候 一个汉族 一个科族 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 就是居宿马迈是 马纳斯工作组里头最忙 最重要的一个成员 那么就好几个科族 轮流着记 他们的手都累了 但是他还是唱 唱的声音也挺洪亮 而且还比那个首饰啊 眼神啊都很传神 手巢不是珍贵的 就是这么 我见过的就是这么两件 一个就是那个瞎嗶嗶 这是我和沙干亲自去的 去了他家以后呢 他没在 他的姑娘 就赶快地从那个巷子 找出来一个盒子 这个包了好几层 有一个吃的草坟 后来沙干就说 是我们能不能带走 他说那不行 你要带走的话呢 你必须等着我妈妈回来 我妈妈说了 那他算 我不敢当家 那我们就走 我说咱们再勉强 等他妈妈回来 咱们再来一次 他说他是 善亲戚戚了 我们两个人就出来 就走得如何 我说 我说前边有一个 起碗的是个妇女 你问问他 是不是他回来了 也许是回来了 巧 果然他一问就是他 他说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是很喜欢马那斯 很爱好马那斯 既然党和政府 来搜集要出班 那是太好了 我得选出来 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 居宿普马马仪的 六部马那斯唱本的 记录翻译工作 终于接近完成 然而就在此时 一场意外 让工作组的工作 无限期地停滞了下来 几年以后 工作组数年的成果 不幸遗失 书稿丢失以后 从79年开始 居宿普马马尔在北京 重新演唱史诗 刚开始别人替他记录 那么他认为 他自己记录 可能更加系统 更加全面 所以他自己拿起笔 开始记录 自己演唱的史诗 23万行的史诗 他整整用了 花费了六年时间 每天工作四五个小时 最终 才经过无数的岁月 才得以完成 居宿普唱本的 马那斯史诗 已经演变成了 二十多万行 两千多万字的 恢弘篇章 比河马史诗 伊利亚特 整整长了十四倍 与藏族史诗 格萨尔王传 蒙古族史诗 姜戈尔 并成为中国 三大英雄史诗 居宿普马马伊 是由史料记载以来 能够完整地演唱 八部马那斯史诗的 第一人 也是唯一的一人 被国内外学者 尊称为当代河马 居宿普的孙女 在吉尔吉斯斯坦上大学 一年级 学习科尔克兹文学 在一年的学习生活中 他时常能够感受到 当地的人们 对他爷爷的敬佩之情 唐文对我爷爷看的 就是特别伟大的人 就是 我怎么说 我都不知道 就是 唐文希望 唐文只能握 我爷爷的手 就已经足够了 看我爷爷一眼 就足够了 他们就那样说 就像全说一样的人 一样 他们就那样看来 因为在这个学习上 只有我一个 就我爷爷一个 唱马那斯 在里边也有 好多人唱马那斯 也有年轻人 也有老的 可是他们唱的都 没有到第八部的 所以他们对我爷爷 看的特别 就像全说 一样人的一样 就那样看来 自古以来 在科尔克兹人 生活的地方 无论是家财万贯 还是出身贫寒 只要是杰出的 马那斯演唱家 都无一例外地 受到人们的 尊敬和爱戴 他们四处游畅 慰藉着草原上 每一颗漂泊的心灵 久而久之 形成了一个 以演唱马那斯史诗 为终生职业的 特殊群体 马那斯奇 马那斯奇有不同的级别 第一个级别的 马那斯奇叫 Chala马那斯奇 或者是 Urenchik马那斯奇 也就是 等于是 学徒马那斯奇 这一级别的 马那斯奇通常 以适从某一位 著名马那斯奇 并掌握了 马那斯演唱的 基本技巧 能够远远奔奔的 演唱马那斯部分章节 但还不能对 史诗内容 进行任何改动 加工 也被称为 是学徒马那斯奇 第二个级别的 第二个级别的 马那斯奇 称为 Chin马那斯奇 即真马那斯奇 他们以演唱 马那斯史诗为职业 熟悉史诗的 全部内容 并能演唱 许多部的内容 但还不能冲破 前辈马那斯奇的光环 创造出自己 独具特色的 优秀变体 最高级级的 马那斯奇 被称为 Chin马那斯奇 即大马那斯奇 他们具有 超长的记忆力 非凡的想象力 高超的语言 驾驭能力 和机型创作能力 熟悉史诗的 全部内容和人物 各种复杂关系 能够在整体 故事框架内 尽情发挥 任意吃称 创作出属于自己 优秀变体 克尔克斯人 往往把这些 大马那斯奇的名字 跟史诗联系在一起 赋予他们 先知般神圣的光环 如今92岁高龄的 居宿普马马依 已经是唯一的一位 大马那斯奇 由于身体的原因 已经不能够 再演唱史诗 他把希望 全部寄托在了 后辈马那斯奇身上 像马那斯这样的 就是23万行的 就宏伟的这个史诗 它是一直是口耳相传的 从传了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一直传到现在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最大特点 就是口头传承 口头传承呢 最重要的主体 就是歌手 马那斯史诗的演唱 有特定的曲调 有特定的场合 歌手在演绎 马那斯当中 他要用不同的曲调 来反映战争 来反映爱情 来反映日常生活 听众在听歌手演唱时 要对这个歌手 进行不断的激励 不断地跟着歌手 通过眼神 通过一些呐喊 进行互动和交流 马那斯史诗和观众 在史诗演唱当中 构成了马那斯史诗 本身所独有的一个场域 马那斯史的歌律 它是很严格的 牙韵 它不光牙韦韵 你看它当时 只是牙韦韵 可是它呢 牙韵韵 还有牙韵韵 头韵 它就是那样 它这个节奏 牙韵韵 它有这个 头韵和威韵 摇韵都听不出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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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那斯巴特的 阿达是 雅克弗的一天 一天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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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在某一下 而他的服務 他在某些地上 他跟他一位 在某些地上 他跟他一位 那部人的 在某些地上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那我认识了 一定是过去的 有其中地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了 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這裡有四驟人 這個四驟人 我們 坐牙 Keep 我們衣服 我們以來監 female 只不過有鯊 一代代马纳斯奇 为史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同时一位不同地域的马纳斯版本 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使它在变异中不断发展 这种在传播中创新的能力 也是衡量马纳斯奇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阿和齐县就像是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天然梁港 一代代的马纳斯奇得以在此运续力量扬帆起航 在阿和齐县的学校里 经常能够看到学生们学唱马纳斯的情景 那么我也参加过很多演唱会在阿和齐 那是整个是城都空了 都来听 现在阿和齐县政府经常阻力些 马纳斯演唱培训和比赛 两年前 阿和齐县成立了马纳斯研究中心 专门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马纳斯史料 并选择性地培养下一代马纳斯奇 科尔克兹族青年阿利就是研究中心的一员 成立以后 马纳斯研究中心成立以后 我们圈县阿和齐圈县跳船 是十个土地和三十名学徒 他们基本上是放羊的 也是莫名的 也是有些是农民的 他们有时候是白天劳动 晚上就他们就那个有空嘛 他们就一直看书的背诵的 有些是放羊的时候 在草原上就一直躺着 一边放羊一边背诵 每一个圆厂纸 每个月大概是一千行左右 是背下去 一年就是应该是一万两千行 但是我们就一年一万行左右的 这个任务又是他们应该完成的 苏云独克哈热 是阿和齐县苏木塔石乡的 一个普通牧民 父亲留给他十几只羊 全家人每年的生活都来源于此 日子过得虽然艰苦 但是妻子女儿和心爱的马纳斯 却给他平淡的生活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这发生给我 е罗业 我一�歌是 ně杂贾 we着吗? 我看你呢 你学 Schüler吗? 本来 att我学成立志 现在台当来是武汉奥 chord的 我学院的时候 就找Top福星之诡 官笼下吧 感觉我需要食器 能靠、 tadi 是 魁士ube 一样 有ikan 能靠 Orig t JC ek 在阿赫齐年轻人学唱马纳斯 大多数是采用居宿服马纳伊的版本 而听众往往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和草场边闲暇的村民 大家听着这美妙的音乐旋律 可是作为一个马纳斯奇来说 他所付出的艰辛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最初是从哪一位马纳斯奇 或者是从哪一个版本开始学唱 对一个歌手来说十分重要 因为他只有在这个版本的影响 和马纳斯歌手的影响下 才能创编出自己的唱版 到那时候他才能成为合格的马纳斯奇 十分之后 马纳斯史诗保持了古代突厥与民族诗歌的特征 每一个诗行由七至八个音节组成 共有二十多种调诗 马纳斯奇在演唱史诗的那一刻 既是音乐家又是歌唱家 说书人和演员 听众可以通过他们的唱词 手势 表情和声调 看到史诗人物的怒吼 狂叫 薄杀 痛哭和欢呼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苏云读课研习了传统的马纳斯演唱技巧 现在他还处于艰苦的学习阶段 等待他的是每年一万行的唱本背诵 和更加复杂地实施创编和演唱 七个人 第十三消息 。